人知鬼恐怖,鬼小人心毒 本期带来孤儿院 原本洋溢着幸福快乐的家庭 因凯特的意外流产变得压抑不堪 为了寄托对失去孩子的感情 挽回幸福的生活 凯特和丈夫约翰打算领养一个孩子 在孤儿院 与众不同的女孩埃斯特吸引了夫妻俩 埃斯特有着同龄人没有的成熟和魅力 凯特和约翰决定收养她 埃斯特的到来让凯特的小女儿麦克斯格外开心 天生失聪的麦克斯成了埃斯特的根屁虫 但是家中的大儿子丹尼尔 觉得埃斯特并不热情 家庭再次恢复完整 凯特和丈夫又找到了当初的激情 但是随着而来的却是无尽的烦恼 逐渐的 埃斯特的故意和怪癖显现出来 她用石头砸死了受伤的鸽子 美言起约帮鸽子结束痛苦 同时她将自己独自反锁在浴室里洗澡 不让凯特靠近 在门外收拾衣服时 凯特发现埃斯特在抽屉里 撕藏了一本奇怪的圣经 有一天 约翰带着孩子们去公园玩 埃斯特看到了前几天当众嘲笑她的小女孩 心里燃起了复仇之火 她将小女孩从高高的话题上推了下去 埃斯特出人意料的举动吓坏了夫妻俩 同时孤儿院院长也找到了他们 告诉了一些关于埃斯特耸人听闻的秘密 在埃斯特档案里 她的原生家庭死于一场纵火案 而且在许多商人案发生时 她都在场 一系列事情让凯特感到害怕 躲在门后的埃斯特听到了院长和夫妻俩的谈话 带着妹妹迈克斯来到院长回家的必经之路上 埃斯特将迈克斯推到马路中央 逼迫院长下车 然后用锤头打死了院长 这一切都被可怜的迈克斯记在心里 这一切也不是一个孩子能够做出来的事 凯特对埃斯特起了疑心 但是神经大条的约翰仍然觉得埃斯特只是一个孩子 他们带埃斯特去解心理医生 埃斯特却用话音乔语骗过了一生 没有人发现他的伪装 夫妻俩没有察觉到 埃斯特正在一步步侵蚀夫妻俩人的感情 凯特送孩子们上学时 埃斯特趁凯特离开 松动了手刹 车子失控撞在雪墩上 好在车里的迈克斯玩好无事 凯特察觉到了异样 他觉得这一切都是埃斯特所的手脚 激情的凯特开始独自调查埃斯特的过去 他在埃斯特的圣经里 查到了他之前所在的福利院 询问过后 凯特得知那根本不是一家福利院 而是一家精神病院 丹尼尔通过麦克斯的话 发现埃斯特将杀死院长的凶器 藏在树屋里 他独自前去寻找 不料被埃斯特发现 埃斯特点燃了树屋 并将丹尼尔砍锁在树屋里 丹尼尔从窗户爬出 大火吞噬了树屋 丹尼尔摔倒在地上 子女接力出时 凯特再也坐不住了 他要将埃斯特省之以法 但是没有人相信他 在所有人眼里 埃斯特只是一个小女孩 就在这时 精神病院的医生打来了电话 他告诉凯特 埃斯特根本不是九岁的小女孩 而是一个得了荷尔蒙失调症的 33岁女人 她曾因为工艺养父失败 放火烧死了养父一家 她是一个危险的疯子 凯特顿时喊猫若树 她赶回了家 发现丈夫已经满身是血倒在地上 因为工艺约翰失败 埃斯特杀死了约翰 小女儿麦克斯不知所踪 漆黑的房子里 脱掉树胸衣的埃斯特 如鬼魅伴前行 她和凯特玩着猫中老鼠的游戏 凯特跑到露台上 借着月光看到埃斯特 要对麦克斯下手 她从露台跳下 压倒了埃斯特 起身抱起麦克斯逃向林中 母女俩在湖边 被突然追来的埃斯特打倒在地 麦克斯捡起掉落的手枪 击破了虎面的兵 凯特和埃斯特追入湖底 凯特挣扎着爬上了岸 埃斯特抓住凯特的脚 企图用一身妈妈打动凯特 凯特斩钉截铁地 将埃斯特一脚踹入了湖底 我把你当女儿 你却把我当仇人 复杂多变的社会 光怪陆离的心 无论怎样伪装 古典群树胸衣 永远遮不住邪恶的内心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 李宗盛